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奥特曼企划已经做出来了 并且连名字都已经有了 它就是新奥特曼 这次的原本并没有把奥特曼做成TV 而是直接做成的电影 影片的内容就是把1966年的初代奥特曼给电影化 而且这次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了 由EVN也就是福音战士的总刀演 安野秀明负责企划与脚本 演员阵容也是空前的强大 日本超人气演员翟腾龙扮演奥特曼人间体 以及大物级别的女星常泽雅美 都有参与这次的电影中 并且最新的奥特曼造型与logo已经出来了 从背景上来看 新奥特曼的皮套跟初代的还是极为接近的 不光模仿他的脸 连他身上的条纹也大体相当 体型数据源自初代奥特曼的皮套演员咕咕米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跟初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眼睛部分没有小孔 连背后的拉链也消失不见了 而且最最重要的 就是连所有奥特曼都有能量进食器 也都消失不见了 当然了这样的设计也自然是褒贬不一 好的一方认为这是一种创新 而不好的声音呢 都是认为没有灯的奥特曼是没有灵魂的 你看完赛文就知道了 最开始也真没有三分钟设定 结果观众还不买账了 最后硬生生的又给加回来了 而且还有人们没有拉链的话 这皮套演员应该怎么穿呢 关于这点你就担心 因为这次是跟罗布剧场版一样 是纯CJ动画的 至于以后会像新生在格斗中的罗布一样 也做出一款皮套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还明显这次的新奥特曼 就是为了至今初代而特意制作的 看来第一部永远都是最经典的 怎么模仿都不够 已经有了一个规范了 这次还要再加一个 难道以后奥迷们要叫他奥特曼三世吗 看脸永远都分不清的三人组合 难道又要再多加一人吗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是静静地等待官方的 写之后的消息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一些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圈 我是健哥成众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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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